啊 太棒了 继续向上进军 今天是你 跑马拉松 40岁生日 刚过 在什么地方呢 在荷兰 荷兰什么地方呢 这个城市的名字我也忘了 不管怎么样 它是靠近比利时的一个 优美的一个旅游圣地 大家看 这次马拉松不寻常 他们要沿着这个台阶 跑完全程 大概是40次 加上两公里的冲刺 42公里的马拉松要跑 要上这个台阶 上来 环绕40次之多 哎呀 不得了 不得了 六年前我来过 当时我站在这个 我拍摄的那个顶端 那个圆排那个筑体的那个顶端 一直站在那儿 当时我还牵着我那个小狗 每次我姑娘跑来 循环过来以后呢 早上台阶呢 我都给她拍一个特剂 特写大头照 再往下看 就陆陆续续的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 是在台阶的中部 他们上来呢 这是第一轮 第一轮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第一次经过这个台阶的人 已经稀稀拉拉了 因为前面的冲刺 已经是让他们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要拉开距离 上台阶的 你看看周围 大家看看 我是旅居比利时的翻译杨晓晴 大家看 好像是以这个荷兰的参与者为主吧 当然有世界各地 有德国 还有很多欧洲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人 在六年前我见到一位中国人 他的成绩很好 他用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就跑完了 全程 因为他这不是一个平坦路上的马拉松 我呢 先把这个视频关闭 待会再提取播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边的环境 等会我在文案当中呢 写上这个它是什么地方 再见